大家好 我是蔡百祥临床心理师 我在网路上都自称是蔡欣这样 我担任这个心理师的工作大概10年左右 那我最喜欢工作的对象呢 就是儿童 所以在我手上呢 就非常多这个过动儿啊 或是自闭儿 那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儿童工作呢 这是因为我后来慢慢 我长大之后才发现 其实啊我也有一点点ADHD ADHD呢 它的全名是注意力不足缺失过动症 那根据现在的研究 ADHD的盛行的比例大概是5%到10%左右 也就是说100个这个孩子里面 可能会有5个到10个这个过动儿 所以大家想想看嘛 班上大概20几个学生嘛 所以至少可能就会一个或两个这样子 那在这些过动儿里面呢 他其实男生的数目是比女生多非常多的 但是大家也不要小看女生的ADHD 他们的破坏力也是非常超强的 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好那所以今天呢 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主题 那很多家长呢 发现自己的孩子可能有ADHD的时候 其实都会非常紧张 或是求助无门 或是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开始说 是不是自己造了什么孽啊 之类才变成现在这样 所以不用担心 今天呢 我们就好好来看一看 如果家有ADHD 我们该怎么办 ADHD呢 它的全名就是 注意力不足缺失过动症 那ADHD呢 它大概有两个核心的症状 第一个核心的症状是 注意力不足 专注力不足 它大概会有九个一些特征 那这九个就包含了说 它可能会无法注意细节啊 或是很难持续比较长的专注力啊 或是你跟他讲话 他好像没在听等等等等的 这样子 在你在看这些症状的时候 有一些小细节你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 这些症状呢 在九项以上你要 至少六个以上 这样子 就是 你不能随便说 你有一个专注力问题 你有一个什么 跟人家没在听 那你就觉得他是有 不专注 那其实是要 九项里面要符合六项 那第二个呢 就是目前啊 ADHD它被认为 是一个生理的疾病 所以这些特质啊 是跟大脑有关 也就是说 在这个孩子 12岁以前 就应该被发现 他不会说 这些不专注 或是过动冲动的特质 并不会 12岁以上 才突然间冒出来 那如果他 一个孩子 他来找你的时候 他是一个高中生 那他说他不专注 或是说他可能会有这个 过动或冲动 那你就要去想 回溯他 去跟他讨论 或是跟他家长讨论 在他比较小的时候 他有没有这些现象 那如果是 有的话 我们就会比较相信说 这个是ADHD 但如果他是没有的话 你可能就要想说 他会不会有其他情绪问题啊 或其他的可能性 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 这个 这些症状或这些表现 必须要在两个地方 同时出现 比如说 他可能要在家里面 有这个计划的困难 或者说 在学校也有这个计划困难 我们才会比较觉得 他是一个不专注的现象 那讲完了这个 不专注呢 我们现在呢 就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什么是 过动跟冲动 那过动跟冲动的症状呢 也包含在这边 也是9项 在这9项里面呢 也是要超过6项以上 在12岁以前被发现 而且要在两个地方 都有这些现象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孩子 可能有 过动跟冲动的状况 在孩子 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大概是学龄前的时候 看起来会比较像是 看起来会比较多 是过动跟冲动 可是呢 随他年纪越来越大 还有他开始就学了 开始必须要念书了 花一些更多精力 在学习上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就比较会观察到 他不专注的现象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ADHD的孩子会同时有 不专注 也会同时有 过动跟冲动 可是在比较少数的情况之下 有些孩子他可能只有 不专注的症状 而没有过动跟冲动的症状 那这类的孩子呢 我们就会称为ADD 但是绝大部分的孩子 通常都是ADHD 就是合并了 不专注的问题 与过动跟冲动的现象 这样子 那我觉得至少有五件事家长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调整心态 就是很多家长呢 发现自己的孩子 可能有些不专注的现象 或是过动冲动的时候 可能就会很紧张 或是很生气 或是很担心 或是很疑惑 那我觉得第一步 家长要先稳住自己的心情 我碰到的家长呢 大部分都会经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能是否认 就说我孩子没有这些状况 我第二阶段可能就有点生气 会说都是老师教不好啊 或是说都是谁的谁怎么样啊 这样子 那第三阶段呢 就进入讨价还价 就开始说 对啦我的孩子可能真的有些状况 可是要是老师没有什么怎么样 他也不会这样子啊 或者是说对对对 我的孩子真的不太专心 可是如果我们花更多时间学习 可能会不会好一点 进入这个讨价还价的这个状况 那再过一阵子呢 家长就开始进入忧郁期 就开始慢慢要接受了 所以忧郁期之后呢 就会开始说想说怎么办 是不是自己没有生好 是不是自己怀孕的时候 吃太多不该吃的东西 或是说开始想说 是不是基因的问题 那再过不久呢 就会开始进入接受 那通常这五个阶段 大概 我的经验大概是在 这个三个月到半年左右 所以我建议家长第一件事情 可能要先调试好自己的心情 那第二个可以做的事情呢 就是了解跟ADHD有关的更多的知识 ADHD呢它是一个生理的疾病 也就是说它就跟我们感冒 像我今天感冒了 就喉咙很痛很痒 或者是说这个车祸 受伤 它是一个有生理的 依据的一个疾病 所以它跟大脑的功能有关 所以家长也不用说太 把这件事情心里放 说是自己造成的 你只要明白它是天生的 所以建议家长要去更多了解ADHD的知识 那ADHD的全名呢 是注意力不足缺失过动症 它这个盛行的比例呢 大概是5%到10%左右 那男生呢 会比女生还要多一些 所以ADHD呢 它主要会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呢 就是不专注的困难 第二个呢 就是过动跟冲动 所以建议家长要寻求 专业的医疗介入会比较好 所以家长可以做第三件事呢 就是寻求专业的评估 专业的评估包含 医师仔细的问诊 还有心理师操作一些心理测验 来判断 那讲到这个心理测验呢 稍微再多说明一些 心理测验呢 它的专业用词叫做心理痕见 指的是说 我们让心理师针对孩子 做一些专业的评估 使用一些标准化的工具 还有观察这个孩子的行为 甚至是跟这个家长会谈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心理师就会比较能充分 还有了解孩子的情况 那为什么需要使用到标准化的工具呢 就是因为 如果我们都是用问诊的方式 很多时候会有 这个大人自由心证的问题 可能一个 孩子一个行为啊 有些大人觉得 这个还好啊 可是有些老师可能觉得很严重 所以如果我们在判断这个孩子的状况 我们是使用大家一致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比较有信心的人判断说 这个孩子是有没有这个过动的特质 所以讲到这个心理痕见呢 就要再特别补充一下 如果要判断一个孩子有没有过动 在医学上或心理学上最常使用的测验 叫做电脑连续性测验 叫做CPT 这个CPT呢 就是说我们会让小朋友来操作一段电脑程式 他从这个孩子在电脑程式上的表现来判断说 他有没有ADH的特质 第四件事情呢 就是寻求专业的医疗介入 专业的医疗介入 包含了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 或是其他早疗的课程 考量用药之前 必须要先知道 就是 通常 医生会在六岁以上建议 是不是要用药 所以在六岁以前 这个孩子有没有接受过 足够多 而且是科学证实有效的治疗 包含一些心理治疗 专注力训练 或是一些职能治疗 物理治疗 所以如果 在这个六岁以前 孩子有接受过足够多的这种 我们所谓的早期疗愈 那这个早期疗愈 通常通常一个礼拜 可能要来这个医院或是诊所 上大概三到四堂的课程 那甚至于说这些课程 你会延伸到家里 所以像以我自己 我会给家长一些回家作业 比如说我的一个回家作业 可能就是这个孩子 回家每天要练习静坐 那家长有没有办法盯着这个孩子 静坐 把这个心理师给的作业完成 那当然啦 如果这个孩子六岁以前 他受到的治疗是足够 而且有效 而且家长也可以盯着这个孩子 做这么多练习 那当然 我就比较有信心说 这个孩子六岁以后 他可能不太需要药物治疗 可是这个也是很看孩子的状况 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六岁以上了 那六岁以上 开始要慢慢进入国小了 孩子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或是家长本身工作很繁忙 你也不太可能带着孩子 跑这么多治疗 那在这个前提 我会建议可能会需要用药 不过呢 这个药物的部分 建议还是找这个专业的医生 讨论清楚会比较好 第五个呢 我觉得可以练习正念 什么是正念呢 正念就是用一种比较包容 或是一种比较接纳的心态 来看待这个世界 特别是看待这个有过动的孩子 因为有时候 生命它是一个 一连串你无法控制的组合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 只能先稳定自己的情绪 或是稳定自己的心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 在孩子的疗愈上 走得更远 或走得更久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常常做 就是练习原谅孩子 常常出现的包 有的时候 他们也不见得 那么故意忘东忘西 或是不见得 那么容易冲动 只是他们因为症状的关系 所以就不小心这样做出来了 所以当遇到孩子 出包了 闯祸了 我真的建议家长 第一件事情先深呼吸 然后在心里面 告诉自己说 这些事情 或许我们可以想个方法 好好来解决 所以我们如果常常 比较能用 这些比较正面的方向去看孩子 就会慢慢接纳他 那也会慢慢找到 跟孩子 比较好的一个 互动的一个平衡 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是不确定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从研究上来看 有三分之一的过动额 完全不接受治疗 长大之后 大概就自然变好 可是问题在 有三分之二的过动额 它的症状啊 是会随着年纪越来恶化的 那所以 这是一个色飞标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孩子呢 到底是 这个会好的那一个部分 孩子说 他是 会越来越严重的部分 所以我建议 家里只要有 过动额的孩子 就一定要接受治疗 所以一个没有经过治疗的过动额呢 他可能 会比较没有自己的一个专长 比较没有自己的专业 那也有可能 他的 因为他太冲动了嘛 常跟人家发生冲突 所以他情绪很不稳定 那一个人 一个成年人 或是一个 一个人如果情绪不太稳定 他就很容易 使用一些不好的方式 来疏解压力 所以就很容易 对这个烟啊 或是酒啊 去上瘾 或是从事一些危险性的一些 活动来疏压 那再来呢 一个没有治疗的过动额呢 他可能也常会有些人际关系的冲突 可能 不管是跟朋友啊 跟情侣啊 这个 发生这个 增值的比例也比较高 所以其实 这个过动额 他的离婚比例 也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那再来呢 因为每一个人 出社会长大之后 一定都很想要赚钱嘛 所以过动额 他有时候 如果没有经过治疗 他可能也会从事 比较高风险性的投资 包含说 信用卡的借钱啊 或是股票跟期货啊 他当然这些东西 没有说不好 有一个人 他有一些ADH的症状 那 譬如说他比较冲动 在投资的时候 就比较不计后果 那当然可能就会 比较可能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 我觉得过动额呢 还是从小就开始接受治疗 会比较好 过动额呢 他非常容易受到 这个环境的影响 所以我建议家长 如果家里有一个过动额的孩子 尽量安排一些比较结构 比较规律的一种生活作息 跟生活模式 会比较帮助他们适应环境 因为如果他们很清楚知道 在这个环境底下 他要做什么 或他要去表现什么 他的表现就会比较好 也会比较相对上会比较稳定一些 那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所谓结构性的环境呢 就是最好让孩子知道 什么时候他要做什么事 所以家里面可以使用那个 行事力啊 或是这个日程表 就会让他清楚的知道 什么时间点我要做什么 什么时间点我要表现什么 这样对他来说 会比较有帮助 想要跟大家说辛苦了 这样子 因为这个过动额非常难待 要说说每天啊 讲不听啊 或是老是在犯同样的错误啊 说真的 你心里面没有很想要打他 或揍他 这是很难的啦 这样子 所以我只想 今天第一个要说辛苦了 那第二个呢 是呢 就希望各位家长 不要把这个过动 这个症状 就当然是孩子的全部 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象 这是可能它 某一些特色 某一些缺点 这样子 就每一个人都有些缺点 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嘛 所以不要把这个过动的症状 当成这个孩子的全部 我们还是 就是好好的照顾他 好好的爱他 总有一天 他会长大 他会变成属于他该有的样貌 好好的 优优独特事 好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